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人到40以后,黑素细胞生成的黑色素就会逐渐的减少,头发也会慢慢的变白,因此头发开始变白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黑色素减少。 但是如今社会的节奏加快,不少年轻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学习压力比较大,也出现了很多脱发、白发等困扰。 今天小安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补肝益肾,快速长出新化的食粮汤。 效果真的是太给力,太好了,比吃几万块钱的不要都管用,比染发剂还要快呢,真的是超级的好用,值得你收藏。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头发上面各个部位变白的原因,以便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,这样我们能够更合适的找到自己的养发方法, 让自己的身体和头发重新的健康起来。 前额白发代表脾胃失调,前额对应的反射趋势脾胃,脾胃不好的人经常腹痛腹胀,胃酸口淡, 还有四肢不温,微寒洗暖,我们只要调度好脾胃,对于治疗前额白发大有帮助。 二,两病发白,代表肝火旺盛,头部两病是朝阳胆经循环的部位, 其对应的脏腑反射趋势为胆肝,肝脏血乳乳腺, 当我们的气肌浴室全身的气血可能会运行不畅,毛发得不到充分的血液滋养, 从而会导致白发脱发的情况出现。 三,头顶后脑勺白发,代表肾气不足,后脑勺对应的反射趋势是膀胱经, 而膀胱经衰热患者经常伴有尿瓶,饮尿或者是尿湿劲, 还有小便补畅等病状。膀胱的排尿功能和肾气的肾衰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以上我们了解了头部各个部非出现的白发的原因。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食谅胎的做法吧。 今天我们用到的材料是有黑豆,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豆。 黑豆对于身体和头发有什么好处? 黑豆的营养十分的丰富,在豆里的当中算得上手去抑制。 黑豆中除了大量的蛋白质,膳食纤维之外, 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,以及黄桶混合物,还有益黄桶。 而这些活性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头发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 黑豆中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可以促进毛发的生长, 同时还由于头发变黑。 黑豆有很好的补肾作用。 在中运的角度来讲,发为肾脂滑,血脂鱼, 所以我们要多吃黑豆,有助于我们的生发污发。 现在我们先来准备50克的黑豆。 我们把黑豆放入一个大碗中。 接着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我们要先把黑豆淘洗淘洗干净。 平时我们要多吃黑豆,可以预防高血压。 因为黑豆中含有大量的大豆翼黄酮。 卵轮质等活性物质。 这些物质对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都有很好的预防作用。 黑豆清洗干净再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,我们的黑豆已经泡好了,泡了一个小时左右了。 我们来看一下,黑豆的体积也有所变化,脚皮呢比较皱。 黑豆比较坚硬,所以呢,我们在煮之前呢,一定要提前浸泡上一个小时以上。 黑豆泡好的,我们可以放到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来准备20克的桑胜。 桑胜是一种美味可口的水果。 桑胜中含有多种的乌发维生素。 特别是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和磷。 同时桑胜中还含有20多种氨基酸、15种头发生长的所需要的钛类、微量元素等矿物质。 这些物质不仅是人体生长所需要的养分, 同时还是抑制白发产生以及乌发的重要物质。 在这些重要的微量元素中含有最多的便是新元素啦。 而其中呢,B1、B2能够有效地抑制头发的变白。 另外呢,桑胜中还含有一种极其珍贵的乌发素。 而这种成分能够对头发、毛脑产生刺激的作用, 从而使头发乌黑增亮。 所以桑胜是一种不可得的乌发食物。 桑胜除了对我们头发非常好处, 还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作用。 而这是因为桑胜中含有维生素成分十分的高, 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肌肤。 另外,桑胜中的云香干化素都具有很好的抗癌防癌的效果。 我们先来把桑胜稍微的清洗一下。 桑胜和黑豆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, 所以不要过分的清洗, 以免这些营养成分流失。 花青素有很好的抗氧化维持势力的健康, 抑制癌细胞受伤的功效。 洗淌好的水我们不要扔了, 用来洗手特别的好, 也能对手起到超级美白的去斑效果。 接下来我们把泡好的黑豆倒入锅中, 桑胜也加进来。 然后我们加入足够量的清水, 水需要一次性加构, 中途的时候不要加水了。 然后我们开上盖子, 掀开大火把水煮开。 水煮开以后, 我们转最小火煤煮一个小时左右。 因为黑豆比较坚硬, 煮的时候特别的难煮软烂。 最好我们在煮之前提前浸泡一个晚上, 或者是浸泡一个小时以上。 这样口感吃起来不是那么硬, 比较绵软, 很好吃啦。 一个小时过后, 我们的乌发汤就做好了, 这里不需要放任何的调料品。 桑胜本来就有甜味的, 这道汤喝起来的口感微微的清甜。 建议大家最好同食材一起吃掉。 如果不喜欢吃食材的话, 我们只喝汤就可以啦。 吃黑豆和桑胜煮过之后,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吃。 桑胜搭配黑豆可以黑好的补液干肾, 还能健脾味, 美白又乌发, 明目抗衰老。 我们坚持使用短时间后, 头发就会变得乌黑光亮浓密, 皮肤也会变得白里透红哦。 但是呢, 平时的时候呢, 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学习, 一定不要精神过于大啦。 如果是精神紧张, 经常的熬夜加班, 生活作息不规律, 经常经常的加班通宵玩游戏, 导致新陈代谢混乱, 机体运作不正常, 使毛囊处于休克状态而导致脱发。 所以呢, 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休息, 生活作息要规律, 饮食呢, 一定要清淡饮食, 不要吃得太过油腻, 辛辣, 油炸食品都要少吃, 这样呢, 对我们身体有好多的好处, 并且呢, 对我们生长发质也有很多的帮助的。 平时的时候要多吃一些黑豆还有丧肾, 中医药师通源的说法就是黑色食物入肾, 多吃一些黑豆, 黑桑肾, 黑芝麻都是可以补肾补养血的, 头发应该是血之鱼, 气血充足, 干肾充盈, 自然头发也会好的。 注意促进气血的韵化, 合理地按摩一下头部也是有助于生长头发的。 好了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请你帮我点个赞, 关注一下订阅我的频道, 每天都会分享更多的养生视频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再见。